斯里兰卡维多利亚之家 由政府民间共同出资打造 收容两百名孤苦无一的身心障碍者 远方说他们什么都不缺 缺的是一份关怀 沐浴给长者一身清爽 剃壶 礼法都让院友好期待 并踏前温言暖语还贴心地驱赶苍蝇 简单的按摩舒缓长期卧床的不适 比志工大了好几轮岁数的长辈 笑得如同孩子般开怀 铺里系学生潜尼第三回跟着此机当志工 看到文章破了也细心丰富 体贴院生行动不便 此机志工究竟在雾房里分享竹筒岁月精神 每月一次的相约是爱的允诺 带新闻真上的职工斯里兰卡报道 今天对他进行的